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韩若宜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全球新闻 时时看点 国会监督机构 财政部向100万已过世美国人发放红包 今年4月 美国因为新冠疫情发出了 一人最多1200美金的纾困红包 国会监督机构发现 有100万名过世的人也收到了 这些支票总额接近14亿美元 洛杉矶动乱 150辆警车受损 维修费近百万 洛杉矶局表示 目前爆发的流行抗疫与骚乱暴动 导致156辆警车损坏 8辆完全报废 维修和换新费用近100万美元 这还不包括警车上的一些设备 最新人口普查 美非白人青少年首次占多数 美国人口普查局今天公布数据 去年16岁以下青年 以非白人及拉美青年占多数 是历来首次 另外美国非拉美的白人死亡人数 超越出生人数 南加州迪士尼环球影城 六七魔术山 海洋世界宣布推迟重开 迪士尼发布声明 加州要到7月4号后 才公布主题乐园重开规定 届时要将几千名员工 召集回来的时间紧迫 只能推迟重开 宣布延期的还包括 环球影城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等主题乐园 疫情肆虐也要赶工 卡达士族赛场馆上千工人 确诊新冠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卡达2020年士族赛场馆 仍加紧赶工 卡达士族赛组委会证实 疫情爆发以来 已有1100名场馆工人确诊 中心中望 正面到达